老师正在训斥男孩 他双眼紧闭念出咒语 身后的魔法球转了起来 越来越快 燃烧起火焰 下一秒 一片蓝光闪过 老师就消失不见了 小帅还是一脸的梦圈 而老师则变成了迷你小人 发现地上都是臭脚 他紧跑几步 钻到小帅的书包里 回到家后 老师从书包里慢慢向外钻 一不小心摔了个屁股蹲 疼得他呲牙咧嘴 伸手一摸 头上黏糊糊的 原来是一块橡皮泥 突然他夹紧双腿 一阵尿意袭来 左瞧瞧又看看 终于发现了厕所 他急忙站起来 捂着肚子向前跑去 可来到厕所后 他就后悔了 这么高的马桶 怎样才能跳上去呢 他又往回走 四处打亮起来 发现门口有颗迎客松 顿时露出激动的小眼神 捂着肚子 一步步向前走去 爬上花盆 开闸放起水来 别看人不大 里面的存货可不少 突然他扭头看去 一只大手袭来 他急忙跳下花盆 盆里的水洒到男人腿上 男人说这是什么东西 老师说 随后嫌弃地扔到地上 早上闹钟响起 小帅伸手去关 却被打了一巴掌 老师掐着腰 让他赶紧起床 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看到老师站在桌子上 顿时就来了精神 报酬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把奶油抹到面包上 用手指量了下老师的尺寸 扑斥一下把老师扔到奶油上 盖上面包 把它夹到中间 装到袋子里当午餐 这位老师变成了迷你小人 还钻到杯子里 男孩正在给他洗衣服 把衣服烘干后 将老师钻到手里 掏出铅笔盒 把老师塞了进去 想让他帮小帅考试作弊 否则就让老师一直这么小 考试时 他把铅笔盒竖了起来 老师低头看试卷 还真告诉了他答案 不过还是被同桌发现了异常 考试完后 老师身上都是墨水 他来到玩具店 买了个洋娃娃 这时同桌赶到 老师急忙转过身去 临走时顺手把老师放到书包里 他们骑着滑板回家 可小帅只看美女不看路 滑板高高飞起 重重地摔了一跤 他快速爬了起来 把书包放到地上 在里面不停地翻着 可老师已经没了呼吸 他拿起矿泉水倒了下去 老师就洗了个热水澡 这一幕恰好被小美看到 看到老师这样狼狈 他高兴地笑了起来 之后来到教务处 给老师换了身衣服 这时魔法球不停地转动 下一秒就燃烧起来 小帅健壮 急忙脱下外套盖在上面 火终于熄灭了 他拿起魔法球 轻轻拧了几下 打开一看 里面装了很多骨灰 正当他纳闷时 一片绿光闪过 随后不停地旋转 越来越快 竟然冒出一个人来 原来这是第一代校长 他配置了一种黑魔法药水 能把灵魂附着在整个学校里 跟破坏学校规则的人做斗争 不过这个男人想把学校卖掉 结果他差点连门都进不去 可通知完老师 刚走出会议室 桌子上的球就转动起来 魔法球不停地转动 燃烧起熊熊火焰 下一秒 一片绿光闪过 男人变成了迷你小人 突然地板裂开 他们就掉了下去 随后地板又合上了 女孩敲了下地板 发现里面是空的 他顺着电梯往下走 打开一扇封闭的门 原来这里是个储藏室 小伙伴们搬开杂物 扯下黑布 露出一个通道来 小帅合上开关 顿时亮起了灯 密室里的灯也亮了起来 老师终于看到了希望 不过一只大猫突然出现 想袭击两人 男人拿起打火机 想吓唬猫咪 结果他一声大吼 男人把打火机扔到地上 找起火来 猫咪也跳了下去 小帅爬上梯子 钻进管道里 坐起了滑梯 随后来到一间密室 这是一间地理教室 墙壁上都是世界名著 中间有个地球仪 而门是锁着的 小帅按下绿色按钮 灯光不停地闪烁 最终停到了艾菲尔铁塔上 小帅按下按钮 齿轮不停地转动 随后门上的开关打开一个 紧接着出现了太极灵 师身人面相和自由女神像 幸好他们地理知识不错 最后门打开了 可进去一看 这是几何教室 需要组装个正方体才可以 他们取下积木 没一会儿就组成了正方体 放入凹槽后门就打开了 看到老师被大火围困 他们小心地从柱子上走了过去 用衣服浇灭了火焰 把两个迷你小人带到教务处 他们发誓要好好教导学生 可刚说完 身后的魔法球不停地转动 冒出火焰 下一秒 他们就变成了大人 之后不断更新教育理念 老师不再死板 和学生打成一片 女人生气时有多可怕 菜刀是她手中的玩具 轻轻一拧就变成了麻花 还用头筐筐撞冰箱 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伸出中指大骂渣男 轻轻吹出一口气 把男人吹到地上 这还不解气 双眼一瞪 射出一道金光 死死盯着鱼缸 下一秒 里面的草鱼就煮熟了 随后双手一伸 从屋顶走了出去 十年前 一颗流星划破长空 落到她附近的小树林里 顿时火光冲天 小美被眼前的巨蛋深深迷住了 一步步向前走去 伸出小手摸了下滚烫的石头 可接触的一瞬间 石头瞬间被拍碎 她坐起来一看 一层绿光从手上冒了出来 不断向上蔓延 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胸部高高隆起 戴了三十年的牙套被崩断 头上冒出一片金光 乌黑的绣发变成金黄色 双脚慢慢离开地面 悬浮在空中 从此开始了劫富济贫的生活 一伙毛贼跑到珠宝店里 砸破玻璃 拿着价值9块9的名贵项链 坐上比亚迪就想开溜 可哪有这么容易 空中出现一股气浪 快速向这边赶来 突然汽车失控 慢慢飞了起来 仔细一看 竟然有人拖着汽车飞 然后扔到珠宝店门口 小美这才慢慢落了下来 小手一推 汽车哐当一声落到地上 毛贼还不死心 拿起AK一顿秃秃 小美一个闪现挡在身前 子弹打在身上跟挠痒痒似的 毛贼见势不好 扭头就跑 小美一溜烟追来 撂倒毛贼 抓住AK 手一用力 AK就变成了麻花 然后潇洒地飞到空中 身藏龚羽明 可坐公交时 竟然被大壮调戏 他觉得非常好玩 就答应了 可第二天 大壮就被人绑了起来 这个男人被绑到自由女神像上 他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可绳子没记紧 男人从上面掉了下来 与此同时 正在做美甲的小美 收到一条短信 打开一看 吹掉脚上的纸片 一转身换了件衣服 戴上墨镜飞了出去 大壮才下降到一半 他伸出手抱住大壮 把他救了下来 可他还不知道这是小美 晚上两人约会时 突然小美掀开头发 无数声音传到耳朵里 他急忙站起身来 走了出去 原来白宫找起了熊熊大火 突然一道身影飞来 围着大火转了一圈后 停在空中 然后高速旋转起来 他越转越快 此时他就像个龙卷风 浓烟慢慢被吸走 由于空气越来越少 不一会儿大火就熄灭了 他回到座位时 已经换成了烟熏装 晚饭后想打车回家 可司机根本不理大壮 小美眼珠一转 撅起小嘴 深吸一口气 出租车夹拦而止 并且不断地向后倒退 司机都是一脸的蒙圈 到家后 两人做起羞羞的事情 不过小美用力过度 把床直接干舌了 可他俩不知道的是 一只鹦鹉扑闪着翅膀 飞到窗前 头轻轻扭动 从里面钻出个摄像机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胡子哥监视着 两人压马路时 一个孩子去路中央捡球 却没注意到前面的汽车 小美一个闪身救下女孩 可后退时 汽车把他高高顶起 飞了半天后落到地上 可他起来后没受一点伤 于是决定向大壮坦白 他摘下墨镜 脱掉衣服 露出里面的超人服装 摘掉假发后 大壮才知道女友是超人 晚上他们飞到十万米高空 大壮非常兴奋 还做起了高难度动作 幸好在离地面一米时 完成了升华 这天一群人闯进小美家 偷走了他的头发 这是比钻石还硬的头发 男人拿起切割机 慢慢朝头发劈了过去 只见火星四茂 刀片被崩飞 打碎盘子 撞破花瓶后 扎进保镖肩膀里 可男人并没有放弃 拿起旁边的石头 放到头发下面 顿时头发里冒出无数白光 被石头吸了进去 他又拿起剪刀 头发被轻松剪断 大壮手上扎了根刺 二翠把手指放到口中 把刺吸了出来 这一幕恰好被小美看到 晚上吃饭时 新闻上说核弹定位失败 正朝他们这里飞来 小美穿上外套走了出去 所有人都盯着电视屏幕 突然空中出现一个白点 快速向核弹冲去 双腿一用力 核弹瞬间调转方向 在空中发生了爆炸 人们非常兴奋 可小美回来时 看到大壮跟二翠抱在一起 她非常生气 一拳垂破玻璃 还用头框框撞冰箱 大壮非常害怕 跟小美分手了 她将面对小美的怒火 把汽车扔到外太空中当卫星 双眼冒出金光 在她头上刻了三个字 开会时 偷偷溜了进来 屋里顿时刮起一阵狂风 大壮的衣服不见了 跟二翠做运动时 突然出现在窗外 手中还拎着一头鲸鱼 小手一抖 鲸鱼从窗户里端了进来 不断地袭击着大壮 一点点向前爬去 双脚一用力高高跳起 从窗户里掉了下去 大壮非常害怕 于是找到小帅 把石头搬回了家 随后拿着花向小美道歉 在她的花言巧语下 小美原谅了她 晚上探讨人生理想时 二翠突然出现 两人打了起来 大壮趁机打开盒子 小美倒在地上 身上的超能物质被吸了进去 小美想去抓石头 二翠过来争抢石 石头化成无数粉末 把两人弹飞 可下一秒 小美飞了出来 随后二翠也飘到空中 原来她也有了超能力 他们两个打了起来 可二翠根本不是小美的对手 他们打到了走秀现场 大壮说 小帅暗恋了你整整十年 他更加适合你 小帅也亲口承认 之后的日子里 两个女人去拯救世界 而男人负责拎包 两米高的巨人躲到柜子里 死死盯着前方 吓得瑟瑟发抖 一只大手慢慢袭来 离他只有一米 男人拔出匕首把他逼退 然后唧里呱啦说了一通 表示拒不投降 而对面只是个小男孩 他再次伸出手指 却被匕首划伤 小帅说 别害怕 我没有恶意 可大壮不停地挥动手臂 认为小帅是恶魔 这时老爸揍了进来 他赶紧关上柜子 可再次打开时 彻底傻眼了 柜子里只有一个玩偶 大壮却不见了 小帅非常失望 默默地关上柜子 睡梦中 他被敲门的声音吵醒 急忙打开柜子一看 大壮又复活了 经过驴唇不对麻醉的交流后 大壮是印第安人 出生于1666.5年 这时他终于放下戒备 收起匕首 小帅打开电灯 他感觉非常神奇 随后小帅伸出左手 大壮一步步向前走去 双脚一用力 跳到手掌上 他是如此渺小 就跟孙悟空面对 如来佛祖一样 然后把大壮放到桌子上 小帅拿来一个帐篷 让大壮在里面睡觉 可他根本没见过这玩意儿 用小手摸了两下 又框框踢了两脚 觉得非常硬 在里面睡觉 肯定会割屁股 小帅把帐篷放到柜子里 关上门再打开一看 塑料帐篷就变成 柔软的蒙古包 虽然他还是不满意 也只能将就睡一晚上 小帅又有了新的想法 把柜子放到地板上 然后拉过玩具箱 打开柜子 把喜欢的玩具 都拿了出来 放到柜子中 他非常兴奋 想看看他们复活后会怎样 随后关上了柜子 这是一个神奇的柜子 里面的玩具竟然打了起来 这可把小帅吓坏了 闪电侠大战霸王龙 钢铁侠对战美国大兵 柜子不停地摇晃 突然他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将目标对准小帅 吓得他急忙关上柜子 把玩具都拿了出来 然后藏到床底下 把门打开一条缝隙 睁着眼睛睡了一觉 第二天 大壮吵着要见左大别野 小帅把他装到盒子里 来到院子中 把盒子放到台阶上 紧接着拿起一个托盘 把木头放到里面 突然听到大壮在呼救 原来他遭到母鸽子的袭击 小帅把盒子放到托盘上 急忙向屋里走去 将桌子拉开 把托盘放到地上 大壮一拳一拐地走了出来 原来他的腿受伤了 小帅找了个医疗兵 放到柜子里 他缓缓转过身来 却吓了一跳 小帅二话不说 直接把他捧到手心里 然后扔到托盘上 他非常敬业 认真地给大壮包扎起来 小帅还拿个放大镜 进行偷窥 包扎好后 医疗兵又回到柜子里 并且自觉地转过头去 大壮想见别野 小帅又找来绳子和铁钉 又把奥特曼放到柜子里 他还在蒙圈时 斧头就被抢走了 活了不到三秒 就又变成了玩具 还被随手扔掉 大壮看到这么大的斧头 非常满意 哼着小曲 开始建造大别野 小帅用牵手观音 换了个弓箭战士 等他回来时 房子已经建好了 这搬砖水平 一天最少挣200 随后拿出弓箭战士 把他放到柜子里 随后再打开 拿走他的弓箭 老人吓得瑟瑟发抖 捂住心脏 不停地颤抖 慢慢摔到地上 没了呼吸 第二天同学来家里玩 他打开柜子 一匹战马跑了出来 一匹受惊的战马 在桌子上跑了三圈 就是停不下来 小帅满脸惊愕 战马一个盘旋后 来到桌子边缘 随后紧急刹车 牛仔就飞到空中 幸好被小帅接住了 然后放到床上 他突然哭了起来 因为所有东西都那么大 他爬到床边 看到了大壮 然后掏出左轮手枪 却被小帅提了起来 放到抽屉里 第二天小帅被吵醒 抬头一看 牛仔躲到斜后面 跟大壮打了起来 他俩势均力敌 谁也奈何不了谁 忽然牛仔的战马跑了 他急忙去追 大壮趁机射掉他的帽子 小帅健壮 赶紧过来劝架 最后他们兵士前嫌 晚上他们看电视时 里面正在播放 印第安人被西部牛仔追杀 大壮看到同胞惨死的画面 非常愤怒 他弯弓搭建 想去解救同胞 而牛仔非常兴奋 不停地大声吼叫 甚至开了一枪 大壮回头就给了他一箭 正好射中胸口 他从床上掉了下来 大壮这才意识到不对 小帅打开柜子 看到急救兵复活了 这才长舒一口气 急救兵过来查看伤情 发现牛仔胸口有个大洞 拿出针管 给他打了抗生素 随后包扎好伤口 牛仔终于醒了过来 大壮也明白 他们根本不属于这里 是时候回去了 早上他为小帅跳了一支新疆舞 作为最后的告别仪式 随后两人走进柜子里 骏马一声思鸣后 两人摆好pose 小帅急忙关上柜子 再次打开时 他们就变成了玩具 如果你有这样神奇的柜子 最想复活什么呢